聽完蔣萬安唱歌 有戀愛的感覺嗎 我發現他超愛唱的 因為他要大大小場合 想要化解尷尬的時候 就是唱首歌 但是這件事情 好我們回到 大巨蛋能不能開演唱會 解套這件事情 現在蔣萬安被說 根本就是不沾鍋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台北市政府依全責 他其實就可以處理 但是他偏偏要去發函給 內政部要去請 國民黨的市議會黨團 在市議會來做提案 那有人就說 像苗伯亞就說 蔣萬安就是要演一出 是議會叫我這樣做 所以我萬不得已這樣做 那人家內政部也很明白的 告訴蔣萬安說 地方政府場館舉辦大型活動 本來就是地方政府本於全責 去要求主辦單位 擬定大型群聚活動的計畫 那這個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台北市政府 蔣萬安就可以決定好了 那他為什麼還要在那邊 一下就是問內政部 然後一下找遠雄 其實這個邏輯 跟這個金華城的案有點類似 因為當時金華城案 就是後來也沒有人找到 這依據對不對 我自己的調查小組裡面 我們也沒有找到法律依據 可以提升兩層的容積率 但是市府當時就是要有人 找有人去背書 找有人去授權 所以他找了都委會 但都委會後來也在開這個調查小組的會 發現說他根本沒有賦予 這方面的一個權責 去做說我片面可以決定要提升容積率兩層 但是台北市政府後來是依據都委會 包括柯文哲自己也說嘛 都委會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如此 所以這件事情有點類似就是說 蔣萬他不想去挑戰兩個核心的問題 第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安全性 第二個核心的問題 而且是更大的問題是分論 因為當時跟遠雄去討論出來 這個大巨蛋的使用途的時候 是以運動賽事為主 運動賽事當然也不一樣的分論 運動賽事大家知道 其實有很多成本所在 而不是每天都可以 都有這個賽事活動 但如果是演唱會 演唱會門票很貴啊 全部賺的錢是誰搜走 是遠雄搜走嗎 還誰搜走 就是說這個分論 當然確實要重新去訂定 但你蔣市長如果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就覺得說我又陷入到 我是不是土地廠商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就一直要找兩個不同的依據 第一個依據剛剛提到就內政部 那那個人說這不關我的事啊 那些人說你要決定 你自己去進行相關 不去決定嘛對不對 第二個是台北市議會 所以後來這個國民黨的黨團 就做了一個開了一次會 然後也做了一個決定出來 說他們會提案 那提案的部分 就是會做一些法條上的建議等等 但這個問題也來了 台北市議會有這個權責 去要求台北市政府 要開放大巨蛋作為這個演唱會使用嗎 也沒有啊對不對 台北市議會建議沒錯 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市府本身 因為市府本身 才能完成分論的討論 才能完成安全性的評估 對 所以我覺得講完現在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很不想 他不想不沾鍋嘛 對 不想陷入這個難題 然後他就出來這樣子 帥帥的唱個告白氣球的 那我說我個人的立場 我個人立場 我會支持大巨蛋 作為這個演唱會的使用 這麼大的一個場所 幾萬個人可以進去 周杰倫 大概這個包括很多這個 都會把這個整個場所把坐滿 但是重點就是說 這裡台北市議會最終要坐下來 好好的決定說 我的戰略是什麼 我的策略是什麼 我跟遠兄要怎麼去討論這件事情 我跟相關的安全評估要怎麼樣的進行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市府 該做的事情 但很可惜 我們至今沒有看到 講完擺出這樣的一個態勢跟態度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啦 因為民進黨團的立場 也不會說是反對這件事 民進黨團的立場只是說 你這些分論跟相關的這個法律程序 必須要走完 不能單單依靠說 台北市議會做出的決議 你就去做 這是不對的 而且是違法的 所以我就說 蔣萬要做這個決定 沒有人能替他做個決定 但是我們最終 其實要唱大家都可以唱啊 大家最終還是都希望說 大巨蛋可以舉行演唱會啦 但是那這樣子8月到底有沒有希望 難 我覺得很難啦 因為你看這個安全的評估 分論的討論等等 這些都花時間 那包括 如果就算你全部都完成之後 你要找經濟公司 然後找周久倫來 要賣票等等 這都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覺得都很難啦 但我覺得重點是要開始去做啦 因為現在大巨蛋 但是到時候如果沒有成 看起來蔣萬是不是可能 我不曉得啦 他是不是又會說 是因為內政部啊 是因為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覺得他可能有這個意圖 但是因為我們 有事找中央 也了解這個意圖 所以我們在台北市議會 包括在大會的時候 大家都有發言 針對這件事情 就是說按依法來說 這就是你台北市人府 必須自己做出的 一個權責跟決定 所以你台北市人府 必須擔負這責任 即便你講話不想 最終還是要 所以因為現在大巨蛋的問題 當然知道說 大巨蛋使用率其實 還是算低啦 你看他這麼黃金的 一塊土地 一個場所 在台北市中心 捷運站樓上 現在百貨公司 也逐漸開始營運了 就那大巨蛋 本身使用率 還是這麼低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整個 我覺得土地 或者地方的空間 有效利用跟規劃 都不是很正面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 甚至於大型的演唱會 可以辦在那邊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旁邊的住宅比較少 小巨蛋旁邊 其實包括很多住宅 那張懷妹 對啊 唱歌的時候 旁邊的房子都會震動 所以大巨蛋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比較沒有啦 不是完全沒有 但比較沒有 所以大巨蛋 確實是比較適合的場所 所以我還是呼籲啦 講話還是要勇敢 去面對這一題啦 我相信台北市議會 因為我們現在 議題已經結束了 到下一個會期的時候 大家會持續叮嚀 說台北市政府 到底對於大巨蛋 舉行演唱會的進度在哪裡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